大家好,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失业了,那么就要申请这个失业金。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来申请这个普通EI的网上申请。 普通EI就叫Regular EI。 那么在讲这个网上申请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ROE,它的全称是Record of Employment。 那么这一份东西的话就是在你离开这个工作的话,雇佣单位要给你的这份材料。 你需要这个ROE来做这个EI的申请。 那么在ROE的上面呢,有很多信息是帮助你填写这个网上的申请。 比如说雇佣单位的名字、地址、电话、你的公卡的号码,什么时候开始这份工作,什么时候结束的,工资的多少,工作职位是什么。 包括你离开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边是有一个code的,那么这个code就是告诉那个政府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这份工作。 那不是所有的这个理由都是可以申请到EI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de。 A就是表示工作的减少了,或者是合同结束了,或者是季节性的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就是申请这个普通的EI,叫Regular EI。 E是表示Quit,就是你主动辞职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申请不了EI。 F是Maternity,就是产经,也就是说生小孩。 P是Parental,父母嫁,那么就是父亲或者母亲申请的那个父母照顾小孩的嫁。 D是Alness,就是病假。 M是Dismissal,就是被解雇。 那么是因为你的原因,单位解雇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很难申请到EI,除非你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你这个解雇是不合理的。 Z是表示照顾重病家人,或者是即将要过时的家人的EI。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申请的EI。 点开Google,输入EI Online Application。 好,第一个Canada.ca的网站。 往下拉,点一下Ready to Start。 再往下拉,点一下Start Application。 好,会出来这样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第一个页面。 那么因为涉及到一些私人的信息,所以我采用了那个Picture的方式,就图片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这个网上的申请。 好,出来这个第一个页面。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获取之前72小时之内提供的那个,或者是填写的那个申请。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填写的话,那么就是选No,然后点Continue。 好,这样会出来第二个这样的页面。 那么这边它是问你,你这个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个申请。 你是申请就是雇员的,还是自雇的,那么一般来说都是雇员的。 然后点这个上面,然后点继续。 好,下一页。 这边有一个reference code。 这个一般来说,通常情况我们都是写No。 那个这个是适用于一些,比如说跟政府,跟单位,跟员工达成的一些协议。 那么有一些就是行业性的,比如说像那个机械,汽车配件行业。 然后呢,或者是那些学徒计划,或者是工作分享计划。 那么还有或者是团体被,就是说, 就是团体laid off,就是没有工作的那个团体性的。 那么这些它有一个专门的政府给的那个叫reference code。 那如果有的话就选是,如果没有的话就选No。 那一般情况作为我们个人的话,失业的话,那就是选No。 好,下一页。 接下来问你,你是申请哪一种类型的EI? 那么这边有普通的EI,有病假EI,产假EI,父母假EI,临终关怀EI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普通EI,就是第一个。 那么普通EI就是你失去了这份工作,然后不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你还是积极地寻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 好,第二个。 那么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就是说接下来申请这个普通EI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关于个人信息的话,它需要你的公卡的号码,就是SIN。 需要你母亲的信,需要你的邮寄地址,住址,需要你银行的信息。 好,下一页。 那么也同样需要你工作就业方面的信息,那么需要你雇佣单位的名字,地址,电话,然后也需要那个ROE这份材料。 好,下一页的话,那就是涉及到开始填写个人信息了。 这边需要填写你的公卡的号码,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姓,你的名。 然后包括你在出生时候的姓,你的性别,你母亲的姓。 那记得,带红颜色新的这个问题的话,都是必须要回答的。 好,往下,等填完了以后呢,它会出来你的这些所有信息的一个确认。 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些信息再过一遍,确保没有问题的以后,然后点继续,到下一页。 那么它会出来一个暂时的那个密码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密码是用于,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填写了这个网上的申请,一时半会没办法填完,那么你就放在那儿。 然后到了第二天,你想继续填写的话,那么你要输入这个密码,这样的话,你之前填写的东西还是保留在那儿。 当然这个密码只能有效72个小时。 好,继续。 这边的话,就是语言,一般来说都是选英语。 好,填下个人的电子邮件、电话。 这下面是填你的邮寄地址。 好,这个呢,是问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类人的。 那这个是不是说必须要填写,是属于自愿型的。 那么如果大家要选的话,我们华人一般都是选Visible Minority,最后一个。 然后点继续。 好,关于那个税的话,那个EI的话是要交税的。 那么如果是拿那个T4E单的话,你是希望政府给你电子版的,还是希望给你Paper,就是纸质版的。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如果你希望要拿到那个纸质版的话,就是选这个第二个,Paper Copy。 如果你是觉得你可以到自己的账号里面去拿取你的电子版的话,你可以选第一个。 好,关于个人的那个税的话,那么一般来说都是选Basic,就是普通的个人的税。 好,接下来是问于,关于Direct Deposit,就是直接转账的信息。 他会问你,就是说在过去的52周之内,你有没有申请过这个EI,曾经用过这个直接转账的信息? 如果是,就是是,如果不是,就选No。 我们假设这个人他没有第一次申请,那选No,然后点的话,继续。 他会出来就是问你,那么如果选No的话,他会问你,就是说你的银行信息,你现在这些信息有没有。 那么我们选有的,然后点继续。 他会出来这么一个页面,就是根据你这个支票上面的那些信息填写这些银行的信息,比如说银行的名称,它的那个brunch number,它的check number,financial institution number,account number,就是相对应的填写。 然后如果这个银行账号是,是joint account,就是有两个人的话,就是联名账号的话,那么你要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填写在这边。 好,往下,这边问一下你的那个学历,最高的学历是什么? 那么假设他最高学历是college,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列出来,有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是小学生,初中生都有。 那么我们假设他是college,然后这边问你,你是工会的成员吗? 或者是那些行业协会的成员吗? 那么假设他是不是,就先no,然后continue,继续。 好,接下来就是问你这个最后一份这个工作的雇佣单位的信息,它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呢,它的电话是什么? 他你在这份工作上开始的那个第一天工作的时间,跟最后离开的时间, 然后这个问题是你还会回到这个雇佣单位工作吗? 如果是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选unno,不确定,不知道。 好,再往下。 填完以后呢,他会列出来这些信息,雇佣单位的信息都在这儿。 然后呢,这边就会问你,为什么你不在这个单位工作了? 那么普通EI的话一般都是第一个,就是shortage of work, 就是工作减少了,没有了。 那么这边他特意因为这个疫情列出来了,就是因为COVID-19的原因, laid off就是没有工作了,或者是合同结束了,或者是季节性的工作,或者是整个公司办公室关闭了。 好,选择这个第一个以后,然后我们点continue,就是继续。 接下来问你的工资,那么它是分两种,一个是每小时是多少钱,或者是年收入是多少, 那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 好,往下。 接下来是问你这个工作的职位是什么? 那么在这边的话,你先输入你的关键词,完了再点这个search job titles, 然后在政府列出来这些job titles当中选择跟你匹配的那个job title职位, 然后呢,选进去,然后点继续。 好,接下来呢,它就是问你ROE了,就是说你是不是已经有ROE,或者是将要递交给政府,或者已经递交给政府,或者是雇佣单位呢,递交了给政府电子版,那一般来说就是第一项。 那有的人就是说,我可能没有ROE,但我先申请了这个EI,那就是说可能说,我现在还在向单位申请当中, 或者是已经向单位申请要这个ROE,然后呢,我过后拿到了,马上就会递交,这些。 那一般来说呢,你离开这个单位的话,单位都会给你这个ROE,然后你选这个第一个。 好,往下。 这个问题是问你在过去的那个52周之内,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雇佣单位以外,还有没有在其他的工作单位工作过? 那么有的人可能在一年之内,不止在一个单位工作,可能他前半年在A公司,后半年在B公司。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要选是的,然后他会要求你再填写另外一份工作单位的信息。 那么假设这个人他在过去52周之内就在这一个单位工作过,我们就选no。 就是一个雇佣单位,好,往下。 这个关于QBAC的一些,就是说福利,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安审的话,这个不太适用,所以选no。 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已经拿到,或者将会拿到工人补偿金这一块,那一般情况这个是没有。 这个就是你是不是正在或者将会在过去52周,现在或者是将会拿这个退休金,那就是根据你的情况了,就是根据你的年龄等等,这个退休金是不是马上要拿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没到退休年龄的话,申请这个普通EI,那就是选no。 好,这个是关于你跟这个雇佣单位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雇佣单位是不是有任何的关系,比如说有亲戚关系等等,那一般来说是no。 第二个呢,问你是不是拥有这个公司的40%的股份,那一般情况也是no,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的话。 第三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这份雇佣单位的就是owner,就是股东,或者是part owner,或者partner,就是合伙人等等,那一般情况也是no。 当然,如果你这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是跟这个雇佣单位是有关系的,有亲戚关系,或者是你占有股份的,或者你是合伙人的话,你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填写,那选yes,他会过后可能有具体的额外的问题问你,比如说具体的关系是什么。 好,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过去的两年之内,你有没有拿工人的补偿金,一般情况no。 然后有没有因为medical的reason,就是说医疗方面的原因,身体的原因,没法工作,根据自己情况填写,假设这个人是no。 有没有拿过那个,就是group wage loss,就是团体工资损失的那个保险金,一般来说也是no。 有没有因为这个罢工而没法工作,那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那假设这个人,我假设现在这个人都是no。 有没有去一些机构培训,有没有进监狱,有没有拿一些工资保护这些计划,自雇,那就是说你有没有自雇,除了那个渔夫或者是农民的话,一般来说你这个是正常的雇佣的话,那就是no。 你不是自雇的,好,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申报了你这个农场的收入,那假设你没有农场,你没有这个拥有这个农场的话,都是no。 下面是问你,就是说有没有参加一些培训课程,上课等等,假设这个人没有上课,no。 是在过去的17周你是怀孕了或者是生小孩了,假设这个人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假设no。 有没有第三方人来帮助你填写这个申请,假设这个人是自己在网上填写的申请,那么我们选no。 好,这个最后就是到最后的那个EI的权利跟义务了,那么我们再往前看一下这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话,它每一次你选择不同的答案,它会出现额外的一些附加的问题。 那么这个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填写了。 我这边的话,选择的这些答案都是最最普通的一个regularEI,普通EI申请的一个情况。 好,权利跟义务,我主要是给大家讲两个地方,就是。 好,这边有一个report,也就是说你要申请这个普通EI的话,那到时候政府会寄给你一个code, 你需要用这个code到网上去进行这个online report,就是说每两周你要去report一下, 那么基本上它会问你,就是说有没有收入啊,这两周有没有离开加拿大啊等等, 地址有没有变化啦,有没有去读书啦等等,它会根据这个report来决定你下面的EI的发放。 那么有些那个EI是不需要进行这个report的, 一般来说就是像产经,父母嫁,临终关怀,照顾重病的这些,基本上就是不用。 好,接下来第二点我要讲的是那个absence from Canada, 那么对于普通EI来说的话,你离开加拿大的话, 你都要在online report的时候要提到, 那么一般情况下,除非有另外特殊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你离开加拿大的话,那么这个离开那一阶段的EI是要被扣除的。 那么有些EI的话呢,是另当别人,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产经EI啊,父母嫁EI啊, 或者病假EI假设你是去美国接受这个医疗治理, 而这个服务在加拿大没有的话, 那么你这个离开加拿大的这一段病假EI是可以保留给你的。 好,往下的话到最后就是要让你接受所有的这些义务跟权利, 知道这些信息,然后选择这边第一个accept接受, 然后点continue继续。 好,再往下同样是accept, 就是说接受上面的所有这些信息,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最后一步了, 点这个summit就是递交了。 好,递交完了以后呢, 会出来这么一个confirmation page, 就是确认页, 这个上面会有一些确认的数字, 你的名字,什么时候递交的, 然后呢,他也会说, 如果你有额外的材料需要递交给政府的话, 那么这边会有一个邮寄地址, 当然这个是根据你所处的那个省份, 它会有相应出来不同的那个根据你填的那个家庭住址, 根据你所在的省家庭住址, 邮编, 它会自动帮你列出来你所附近的那个service Canada的地址是什么。 好了, 这个就是普通EI的申请的整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普通EI,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么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下其他的那些EI, 比如说, 惨经EI, 父母家EI等等,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订阅玲玲安居生活, 谢谢。